耶利密书四也和华说 以沙拉尔啊 如果你确实会赚 就会赚到我这里来 如果你们从我面前出去 你们的克增之物 不再迷失 并以尘世合法和顺服 其实说 我只招佣生的耶和华 那么莫过必因他而祝福 他们也必因他夸耀 因为耶和华对 有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如此说 你们要开坑更低 不要撒在经济中 有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为耶和华受割离 把心里的宝坯去掉 免得我因你们的恶行 辱获分少 无人能灭 你要再有大宣告 是耶路撒冷听见说 要在地上吹向公养的叫 大圣汉教说 你们挤合起来 我们进城去 湘西安居七七至 坚强起来 不要停止不前 因为我从北方带来 邪恶和巨大的毁灭 一头是自从灌木 从中上来 国家的毁灭 这正在路上 他已经吃开他的地方 要是你们的土地 成为废墟 你们的城市 黄无人烟 无人居住 为此你要书上抹补 爱好爱好 因为亚哈卫的猎女 并没有离开我们 耶和华说 到那日 王的心和君王的心 都比灭亡 祭司比亮起 先知比亮起 然后我说 啊 阿都尼亚哈 确实 你极大的欺骗了 这人民和耶路撒冷 你说 你们要平安 而道见 却置底人心 到那时 必有人对这百姓 和耶路撒冷说 框叶中 有一股灼热的风 从光涂涂的高处 吹向我人民的女儿 不是为了煽风 也不是为了寂静 一阵胎强的风降 会降临到我身上 现在 轮到我来 对他们做出评判了 看那 他上来如云 他的战车 入旋风 他的马匹比应更快 我们诱惑了 因为我们将被揉拎 耶路撒冷 袭净你心中的邪恶 并获得拯救 你的邪念要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有声音 从丹那里发出宣告 从阿弗拉因山 发出了祸患 你们要想列过宣告 看那 宣告攻击耶路撒冷 围攻者正从远方而来 大声攻击 有大的诚意 他们就像天地的看守人一样 在四面八方攻击他 因为他背叛了我 亚哈卫说 你的方式和行为 给你带来了这一切 这是你的邪恶 因为它是苦涩的 因为它已经深入你的内心 雨 我的内在部分 我的内在部分 我很痛苦 我的心强啊 我的心在跳动 我并不沉默 因为我的存在啊 您已经听到了 公羊号叫的声音 战斗的那汗 人们呼喊着毁灭再毁灭 因为所有的土地都被肉鳞了 突然间 我的帐篷被毁劈了 我的窗帘瞬间被毁劈了 我要多久才能看见旗子 听见羊娇的声音 因为我的子民是玉美的 他们不认识我 他们是愚蠢的孩子 他们没有五行 他们在行恶方面有智慧 但在行山方面 却没有知识 我看着大地 发现它是无形的 空虚的 而天空也没有光亮 我望向群山 只见群山腰晃 所有的山球都在腰晃 我一看 不见人鹰 天上的飞尿 也都逃走了 我观看 渐远的变成了框叶 其中所有的称义 在耶和华面前 都因它的猎虑 而被拆毁 因为 耶和华如此说 全地壁成为荒场 但 我却不至于彻底毁灭 因此 圆大地被爱 圆天昏暗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我已经盯了主意 我不会后悔 也不会推缩 全城都在夺比起兵 和弓箭手的喧嚣 他们将进入关木 从兵爬上掩饰 全城被飞弃 无人居住 而当你被揉灵时 你会做什么 即使你穿上 深红色的衣服 尽管你用近视装饰自己 尽管你用眼了 放大你的眼睛 你还是图老地 装饰自己 你的爱人比试你 他们迅缩你的生命 因为我听见 犹如产妇的声音 犹如生第一个孩子 的痛苦的声音 那是西安女子的声音 她为自己爱哭 摊开双手说 我又活了 我因杀人而混到 我因杀人的声音